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方振东杀日本人的举动 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注意 日军怀疑失踪的士兵 被梁战的工人所杀 工人们被集中起来审查 三名中国工人被杀 日军随意杀人 让方振东很愤怒 他改主意了 原本想报仇后就离开 方振东想把这对日军全部干掉 蓝云过了黄河 来到38军和马队长见面 提出要改良子弹的想法 忽然听见了方振东在门口 呼喊马队长 他开门冲了出去 紧紧抱住震东 失声痛哭 少座太军 认为是内门当中 有人杀了那位花军 谁干的 请他站出来 谁干的 没有啊 大概是诺错了 这都是老师人啊 诺错了 我走 你儿把这张的 我去 你去 有没有啊 你去 我去 你去 我去 快 你去 你去 我去 你不想去哪儿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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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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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们谁看这些人 来 他们教你 还没有继续 还有检查 这种事发生 没有三人 十人 我们是一人杀了 你们中国人 十人杀了 是 明白 解决 我 不 你 你 你 我 是 我 你 小爷 你走吧 你再待下去 这儿的天都让你给吐瘫了 哪儿也不许 你还想感受 结着整 你今天弄死他一个 他弄死咱三个 你再弄死他一个 他弄死咱十个 这弄来弄去 两家的中国人 都让你给弄得死绝了 那就先把日本人 都给他整绝了 说疯患的吧 说疯患的吧 你咋就可能一转眼的功夫 就把日本人都弄死绝了 别急 我在想呢 你还真想啊 我原本想这是 冤有头 战有主意 我把杀我兄弟那几个小鬼子弄死 这事就算结了 我现在改主意了 咱们都得死 小爷 爷爷 你做生恶情爷爷 可不敢这么想啊 都说是不剑棺材不落泪 你这货怎么剑了 棺材都不落泪 小爷 不想别的了 赶紧先想想 我怎么把这个玩意儿给收拾了吧 现在能挂着吧 小爷 你算敢求你去 干吗算敢求你 我真的敢求你 我跪下来 我求求你啊 小爷咋先把他给收拾喽 虽然我胆子小 但是只要你收拾那个玩意儿 我愿意给你搭把手 你赶紧收拾了他吧 让人卡见 咱们谁都活不成 你把他弄下了吧 我一个人和 我咋进 弄弄弄打个 你走吧 我一个人弄 你一个人成 行 回头让你搭把手 他要诈尸了再给你吓死 你一个人成 这外面都是日本饼 你要把哪个玩意儿弄到哪儿去 我让你弄你不弄 我一个人弄你又不放心 你想咋 那还是你一个人做 小爷 那跟你说句实在话 你收拾完了那个玩意儿以后 你还是赶紧做吧 我哪儿都不去 你就是说破了天我也哪儿都不去 我非得想个招 把这小鬼子一窝给他毁了 要不然我就不姓方 你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 你不是想要我的 我可以帮你帮你 把这小鬼子一窝 把这小鬼子一窝 你把这小鬼子一窝 你和你一窝 跟人家那样 自己人家 你也不准备 你你们好吗 你怎么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出去 我想到了一个证 你剩下被刷赶紧出去 让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一定出事 那我回去等你快点 快快快 出去 快点 收拾了 过来啊 那不接近 哪怕那个 死个人把你吓成那么个怂脸 你收拾了没有 收拾了 总收拾了 你收拾在那儿吧 你在你屁股后面 让那马天天踩他 拉他尿 你需要再赶紧与我问事 生事来 赶紧说 我想那个招 能把这小鬼子一勺去 来 来 到里边来说 没事 就这儿说吧 那你赶紧说 你先想个办法 给我弄到火房打杂去 那火房该说 你出入方便 你再给我弄半斤皮霜 你腰头 腰头毒啊 为什么我中刀了 可这八截皮霜 可是要哪儿闹钱 这个事情还是干不成的 干不成鬼 我一个人弄 明儿我就把它挖出来 扔你们家门口 这不是你绝俩绝俩 耍枪出去 晚上 晚上我来找你跑 你不会跑吧 老婆 我还往哪儿跑 我他妈天底下最蹦的人了 我都把你领到我家去了 我还跑 晚上 晚上我找你得商量我 这么着急找我来 是不是对面有啥新动向 你们是不是又派人打进去了 没有啊 这几天梁镇的戒备特别严 每个港少少都加了双港 我一打听才知道 前几天那里边杀了个鬼子 那个邵左为了报复 还杀了我们三个中国人 这里边就包括我们好不容易 安排进去的内线 查出来是啥人干的了吗 没有 那会是谁呢 你让我来 你交给我办的事情 我已经办妥了 啥情况 那个办杂事当翻译员的叫胡锦才 是本地人 他的住址我也查找了 这个人没什么劣迹 还算老实 倒是个突破口 好 你把他约出来 我单独和他聊聊 这事得抓紧了 山里面快断队了 你说的哪个事 你说的哪个事 你说哪个事 我想了一百天 成倒是成 但是我没把握 把你弄到厨房里面去 你这跟没想有什么区别 又缺别 那缺别淡了 我是这么想的啊 即便是我把你弄进去了 你把皮疙瘩也下上了 但那日本兵 他不是喊一二三一起干呀 他总有个厨有个厨 最起码那站岗的他就迷吃 吃了的也又吃得多 也又吃得爽 到时候吃得爽的 疼得捂着肚子满院子泡 那站岗的看见 还不把咱俩都给杀死了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办法 根本他就行不通 所以才让你想个办法 让他一二三一起吃下去 那我想不出来 行 你想出来算了 我自己整 你就把那半斤皮霜 给我弄开就行 走走走走走 我说你这干活 你咋就油盐不接了 我没法进油盐啊 因为我快疯了 疯了知道吗 我知道 知道 知道 我知道 我还知道 我碰上你 我就碰不了他 小爷 我这心里头 我也不喜欢日本鬼子 我也怕这一觉醒来 日本鬼子统统都死过 没死的也都统统回到老家去 国民政府还毒难尽 黎明百姓安居乐业 我老婆好多 若看头我不命去 那现在这做得到吗 做不到 做不到的事情 你就不能说来 说来的话 搞不好你我都得死 我死了不要紧了 那我婆姨娃娃他们靠谁了 你要是死了 你父母兄弟姐妹他们都靠谁了 所以咱们不能急 慢慢的 一步一步来 头一步啊 我先把你弄进厨房去 第二步 我得找个什么借口 像聚餐啦 谁谁谁过生日啦 把那些日本饼给他们都聚齐到一块 你把皮刷给他们瞎上 到时候即便有几个在外面没吃的 你的蛇鼠 偷偷把他们盖了 这就叫绝子报处 神年报央啦 成 那 就按这个来 好 快走了啊 你不会哄我吗 我要是哄你 天打我雷皮 而且你这毛饿还飞巴巴渴了 不让我把刀巴吃 来 那可可一日 那车没那儿了 就没那儿了 真的啊 要不你去挖开 你看看 不不不不 不用不用 挺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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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胡进才吧 有人要找你 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们认识啊 那门老消失了 没想到吧 这位兄弟 掐进去吧 回头到个屋里来结账哦 好嘞 你 傻了吧 我救了你的命 好吃好喝好招待 你还骗我 你不是说回家看你娘了吗 我知道这事儿我不应该骗你 但我绝不是那种知恩不报的人 知道就好 长话短说 我们盯这个良战已经很长时间了 可因为你要报私仇坏了我的事 是 我主要是不知道你要打这良战 我呢就想着给我那兄弟报了仇 报完仇我就回去找你接着报你的恩 真的假的 骗你我是孙子 我信 先不说这些 先说眼下咋办 你是不是还想耍光棍啊 凭一己之力 给你兄弟报仇啊 借刀杀人这事儿我不干 这不是刀客干的事儿 这你也知道 我要是真想借刀杀人 当初我就跟你说这事儿了 这个良战这几个人 在你眼里应该不算个事儿吧 山里快断队了 我想要粮食 你要人 今天咱俩差上了 要么 你给我搭把手 要么别挡我的道 这两条路你选一条 在商量商量 没商量 我给你搭把手 梁术贵女 人 你给我留着 你让我咋相信你啊 你是一根筋的人 独来独往惯了 你脑子里有这个全局配合 整体协作这个意识吗 你有吗 我知道 你是那种血一上头 一拍脑门就整的人 年轻的时候 我也和你一样 你说 你让我咋相信你 你都不信我 你还问我 那你说吧 你说咋整我听你呢 这次你能不能先忍一忍 给我让个道 别再写上头坏了我的事 你要是给我让了道 就算把我救你的情还了 我咋弄 会让胡进才告诉你 都不瞒着你 真动起手来 你要是能帮上忙 那就更好 行 不用 好 应了人家的事 到死都不能反悔 这中间不管发生啥事 这也是咱刀客的规矩 你要是变了卦 我能让你生 也能让你死 这跟马队长 是上帝的人 知道吗 废话 那是我恩人 救过我的命 我咋不知道 咋了 我也救过你的命 我还在先 如果不是我 你就见不到马队长 对不 对对对 我 我祖宗呢 别 你生了爷爷 你生了最小最小的爷爷 小爷 你就是我我祖宗 别 你生了爷爷 行 你怎么还答应了 谁啊你非得叫的 来 你既然要杀热热 你咋去 我直接去找马队长呢 他专事干这个东西 就好像 我要找人压彪 我就去请你刀客 一个道理啊 这边有头 债有主意 我自己欠下来的债 我找别人帮忙 那成啥 你们这些江湖的规矩 我是搞求不懂 可最后 你不是还是认了 那不一样 大哥要办事 这面子得给 所以良归他 良归我 这说来说去 我是最吃亏的那个 你看啊 我救了你的命 我还要跟着你大进水 自从你来到我那两家 我就没睡过一个正觉 去 老怕你卸上头 惹出货来 我是趁也趁也趁 想睡也睡半着 人都送了一大圈 回到家里 连租资我都叫不上 人家啊 叫啥族 当然就 这个闯到江湖 我不如你懂 说到饮食男女 你可就不如了 好了 现在终于找到一个能想得住你的人 那这颗心 我怕会有肚子吗 你赶车吧 我打个队 好 好 很简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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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办 快去救救 没事 没事 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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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找我吗 你是杜兰云 是发办业主任让我来找你的 进去说吧 好 实在抱歉啊 我这里就有咖啡 好 谢谢 发生什么事情了 BV三十八军是杨将军的底细 大多数都是陕西的子弟兵 所以很受欢呼吸的排解 委员长答应的枪械配戟越来越少 尤其是三十八军教导队 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我们的 他们处境非常危险 组织上想让你尽快过去 了解一些具体情况 让我过去 是的 可是 我现在手上有一批枪线 马上就要交上去 怕是走不了 还有其他人选吗 但是只有你的身份是最合适的 虽然国共合作 现在表面上看是在蜜月期内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防 我们非常想知道 马队长的真实情况 我们在教导队里的骨干太多了 那都是我们 经过多年培养的军事人才 嗯 我知道了 那我先把手上的事情收拾一下 尽快过去 好的 那我先走了 老板 破道 preocup了 快过去 唱这首 这首 11 15 15 1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日本兵有一个分队要到后宫去诺粮食 到时候我就管最大限度的把剩下的日本兵烘进食堂 你管看中午日 等到他们都喝了毒药以后我就发火 那队长他们就从外面踏进来 你说这个是人啊 能撑不 怎么撑 可在家可是连杀鸡都杀不了啊 夜倒下去了 没有头的骨鸡 和这闲马屋子破腾 那可是既是好日满平啊 那可是既是好日满平啊 那总不能和这一二在一起和那个毒药 到时候又闲又厚 这边都翻了白眼了 那边还没吐白沫 那边还没吐白沫 这不就乱了一个了 那咋没干就怂了 没 没所 就就就 跟我曹贤她是 挣完了以后咋接个挣 这两战的产事算得了 我带着婆姨娃娃慢慢吃吃 还是个球啊 没了你就跟我回通关了 你现在啥都别想 就想着怎么能把他们骗进去 我就管怎么能让他们别出来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快走吧 是 你看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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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你的 爸 爸 回来 回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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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多事啊 不许多事 该吃 该吃去 该吃 走走 去待会儿 待会儿去 去 不吃的话 一手他就喝个醇了啊 好 好 计划无变 你回去把我的原话 一字不落地告诉方湛东 在行动前 我一分钟都不会离开这儿 他要是敢擅自行动 我自有办法收拾他 你赶紧回去 把他给我盯紧点 没有啥特殊情况 就不要过来了 那 那坐呀 好 慢走啊 老板 狗日的啊 就是群废物 让你们干啥 你干啥 给你口吃的你们哪儿都去了 知不知道 那也是群畜生 跟你们都一样 听好了 从明天起 我趟娘的给我大一面前 活着他们往沟里 活着他们往沟里蹦 摔死一个少年 你第一个 不管什么你第一个 可要不是因为我大哥 我吴冲的一个 真的 你说得对 应了咋了 应了也能反悔呀 我听你的 我现在就去弄死他 刀客宗是刀客 刀客宗是刀客 只有刀客才知道 刀客到底是咋即笑的 马队长说的 一点没错 他说啥 你见过马队长了 来 来 来 我告诉你 来嘛 我现在个地方各有 来 他说啥了 小爷 你不用生恶气啊 我看你今天这个样子 又嫌杀脱了 所以我就 去找了马队长 管我说 你非要这么想 那就算是吧 但可是为你好啊 我怕你误了马队长大事呗 在桌上 马队长说 从今天起 他哪儿也不去了 就在外面盯着你 但凡你有一点血上头 他就进来把你弄走 然后把你绑在外面 让你看着 他把梁氏弄走以后 还把你想杀的那些鬼子 都杀了 包括那个少祖 让你后悔一辈子 这马队长原话 我一个字没变过 行 他比我狠 你咋干这他妈的 汉奸干惯了 头腿长话 你怎么这么快 我那 那不是 你们谁恶毒惹不起吗 那从今天起 你陪我住这儿 我万一血上头呢 你得拦着我呀 对不对 五百山后陪你睡这儿 多好 仨人热闹 还用水 休啊 休啊 不要 啊 寒冷了 久不定的露卦 啊 这也蛮好了 治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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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